如果你用投資角度上 突然覺得軍工會在台海局勢上去做投資 當然我們不知道事件發生是怎樣 但是可能值得兩個 要是打仗 要是不打仗 最終的結果一定是這樣 如果純粹爭取單一這件事上 都是發生的 可能在業務上有些少許受害 但這些永遠都是一次性因素 未來有很多訂單 只不過是提前召快 因為之後本身打算做的訂單 向前提 甚至是這些很多時候中旋防武 是以一些概念的股票性質 實際上都不可以做出大型的股票 所以我覺得這些股票第一方面 是抱一些投機性質去看 但如果你用投機性質上面 其實如果你看看昨天中旋防武 已經整支陰燭地墜落 2357又是同樣道理 股價都開始有少許散水的味道 2357的圖就好少 一枝洋燭今天向上突破 但你又回去 如果你炒股票 純粹說昨天佩洛西飛到台灣的時候 你才會去思考台海局勢的東西 我又是說過去這三個月說的 你未必有能力去炒 或者你能夠跟進市場不夠 要做多些公開 我自己都未必跟進市場簽 說佩洛西的印象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炒這些軍工股 又是定點自責位給自己 反正資金這段時間沒有東西炒 你炒就是炒這些的 我會認同的 但是散水味道是厲害的 如果你只是過去這個星期才開始炒的時候 就真的自投墮覆 我覺得317這些穿10天線 7.3這些位置就不會走的了 第二次穿10天線一定不會走 但是至於2357上面 如果你看回圖上面 今天收市 如果你最終收在4個2.5樓下 原來純粹是一個價值客 那你也是要認真面對 因為始終這個股價 都有一些散水味道 都特別兩天大成交 最終都流行價很突破 20天線這些還要坐在位的話 那代表可能有機會炒完 嗯 還有就是留意這些 始終是短線的概念來的 就是如果真的資金離開的話 那觀眾都是要跟著離開的 那盡量可能看多一些 就是我們的網站 其實都看到譬如我們的資金流向 都可以看到無論是大戶 和散戶的錢開始走尾 大家可以運用多一些這些資源